第382章 但里是什么? 水晶大妖黄回到巨大的宫殿内,脸上流露着若有所思之色。 他喃喃地自言自语道,你真的觉得他是个合适的对象? 那毕竟只是个人类。 而且,你不觉得他的来历和能力有些特殊吗? 有些能力并不是血脉带来的。 又一个悦耳的声音响起,同样听不出男女,但却非常好听,竟是和那水晶大妖黄的声音一模一样。 你也说了,他毕竟是个人类。 这个人类很有趣,其实,他并不知道,他真正通过我的考验,是因为他没有舍弃自己的队友。 宁可以身犯险,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挑战。 所以,他能够被我选中,与种族和能力无关,最重要的是品性。 而且,你不觉得他的能力很有趣吗? 烙印一个血脉之力存于体内。 这模拟不同,无所不能,毕竟只是模拟,而不是真正拥有。 同时模拟,最多也只有三种。 而他却似乎能够施展不止三种。 这很有趣,或许就会成为未来的方向。 水晶大腰黄道,你的选择从来没有错过,我相信这次也不会错的。 那是必须的。 你乖乖地去休息吧。 老狐狸再怎么能主宰命运,照见未来,他也猜不到我会这么做。 哈哈哈哈。 今天,唐三和顾里登山结束的显然还是最快的,其他两边肯定还在继续修炼。 唐三和顾里索性先去接了独白,然后接武兵计和橙子城,等到返回住处的时候已经是傍晚。 大家都已经很疲惫了,简单地吃过晚饭之后,依旧是各自回房,消化今日的收获。 唐三也是回到自己的房间,他其实并不疲惫,但今日的遭遇对他的冲击还是不小的。 水晶大腰黄带来的压迫力,令他当时清晰地感觉到自己所面对的情况已经超出了自己所掌控的范围, 这种感觉对曾经一代神王的他来说绝不好受。 当自己的生命被捏在别人手上的时候,作为曾经掌控一切的存在,那种感受是格外痛苦的。 唐三很清楚,面对真正的水晶大腰黄,或者是当代任何一位大腰黄,以他目前的修为, 就算动用那些已经恢复了一点的神识,也不可能有机会逃走。 当初威慑惊凤凤大腰黄还可以,但真的要是去战斗,他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还是要抓紧变得更加强大呀。 不过,现在冷静下来,回忆起水晶大腰黄当时施展的种种能力, 绝大多数都是一级血脉才拥有的强大,有一些是自己所拥有的, 但唐三总是隐约感觉到水晶大腰黄的复制能力是有些什么不对的地方。 难道他真的可以同时拥有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血脉之力? 真的能够做到无所不能吗? 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曾经身为神王,唐三十分清楚,无论是人还是神,力量都有尽头,没有什么真正的无所不能。 那是完全不存在的情况。 那么,水晶大腰黄的极限在什么地方,或者说,他的复制又有什么问题呢? 这其中的秘密就需要自己去探寻了。 当然,不是现在,现在的他还太过弱小,还没有去探寻的那个资格。 想到这里,他将今天水晶大腰黄给他的两件信物拿了出来。 一枚小镜子,还有那个奇异的,完全呈现为圆形的蛋。 那枚镜子的作用水晶大腰黄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复制一个能力,并且能够使用一次。 然后再想要使用,就需要再次复制。 圆镜入手,有些奇异的感觉,唐三默默地用精神力扫描了一下他的材质, 却发现,这根本就是一种自己前所未见的存在,以他的经验,都不知道这镜子是用什么材质制作而成的。 这就显得十分古怪了。 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既然无法发现来历,那就只能先使用了。 荧光闪烁,孔雀变的血脉之力在他身上缓缓凝聚,当他用精神力引导着这些银色光芒向手中圆镜流淌而去的时候, 顿时,圆镜表面出现了一个虚幻的漩涡,就如同鲸吞一般,牵引着这些银色的光运注入其中。 片刻之后,水晶镜表面浮现出一道道银色纹路,这些纹路甚至呈现出孔雀灵一般的花纹。 一切归于瓶颈,唐三在想象其中贯注更多的能量也已经无法做到。 精神力注入水晶镜之中,顿时产生了沟通,银色光芒从表面浮现出来,唐三引动镜中能量, 荧光一闪,它已经悄然出现在数米外的客厅之中,而水晶镜内的光纹也随之迅速消散了。 果然是神奇啊! 这东西,在关键时刻,很可能能够产生救命的作用,尤其是复制得当。 而它所能够施展出的血脉之力能量强度,似乎是和注入者本身的力量有关。 而且,唐三引引感觉到,这水晶镜的上限就是神级以下。 是的,神级以上的能力它应该烙印不了,否则的话,这就是一件真正的神器了。 水晶大妖黄不可能大放到给自己一件神器的程度。 就算如此,这也绝对算得上是一件宝物,更何况,和它本身的功效相比, 最重要的是它所代表的意义,有这面镜子在自己手中。 按照水晶大妖黄所说,自己的多种血脉都能为之隐藏了。 今天让唐三感觉到第二个不可控的事情,其实就是这位水晶大妖黄对它的好。 素未谋面,第一次相见,自己能够施展出多种能力,对方一定是吃惊的, 可却是并没有过多的责难,反而是给了自己信物,相当于是为自己做了担保。 这份好的意义是什么呢? 为什么人家会突然对自己这么好呢? 那可是第一妖黄,甚至是第一黄者,完全没理由这样做啊。 这份疑惑显然不是现在能够解答得了的,或许以后就能明白了。 也或许就在那另一件物品上。 一边想着,唐三的目光随之落在了旁边的那个蛋上。 通体晶莹剔透的蛋壳,如果不是之前水晶大妖黄告诉过他这是一枚蛋, 或许唐三还会以为这是一块大宝石呢? 而他看上去,也就是如同宝石一般,极为的绚丽。 唐三小心翼翼地用自己的玄天宫去尝试感受其中的存在, 但他的玄天宫刚刚注入其中,立刻就如同泥牛入海一般, 悄无声息地消失了,连半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不仅如此,当他尝试着将自己的精神力注入其中时, 得到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同样消失的没有任何踪迹。 这里面孕育的会是怎样的生命体? 连水晶大妖黄都如此重视,这会是什么呢? 总不可能是水晶大妖黄的后代吧? 不是说他无法孕育后代传承自己的变异血脉吗? 而且,就算真的是,也不会交给自己这么个陌生人啊。 又把玩了一会儿,确实是找不到什么线索, 唐三只得是将这枚蛋和手中的水晶镜收了起来。 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自己遗漏了一些什么事的, 而那一丝灵感的出现,让他又像是抓住了什么? 那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仿佛是自己错过了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 而这件事情很可能会带给自己巨大的好处。 究竟是什么呢? 作者,唐家三少 作者,唐家三少